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尽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三百三十七期迷彩虎军情 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虎牛露露 前不久 美海军高超声速武器是摄取的成功 美国也算是掌握了高超声速助推滑翔技术 美国这次试验能取得成功 完全得益于举全美之力成立的高超声速研究国家队 没想到啊 没想到 不可一世的鹰匠也到了摸着兔子过河的日子了 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指针播到六年前的2011年 那时美国陆军先进高超声速武器首次试射 飞行速度达到了6马赫 试验取得成功 本来嘛 你美国人稳扎稳打着应该也没错 可偏偏去急得不行 这不 2014年的第二次试射就失败了 看着美国人人高马大的 也不像着急忙慌的人 那为啥美国偏偏就不惜投入资金抢时间 导致试验爆炸呢 原来是他们受刺激了 2014年是一个关键时间点 这一年刚刚开年 中国进行的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实验 就取得了10马赫飞行速度 而且从这一年起到16年 中国先后进行了八次高超声速助推滑翔试飞 而且都取得成功 踏山之石可以攻欲 看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成绩斐然 这下美国坐不住了 各大军兵种 科研界纷纷上述政府 国会 并在媒体上大造舆论 呼吁加快高超声速武器的研究 以至于今年美国智库更是上述美国政府 建议搞限制高超声速技术扩散的国际条约 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办法来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 机关算计太聪明 现实总是给那些痴心妄想的人 以嘴巴子作为回敬 可别忘 你们美国人是最讲究自由的 你们的自由怕不是周冠能放火 百姓尽点灯吧 看着限制不行 美国人这就又看上了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 可这两年因为体育圈的各种事 举国体制却被各种精英说了的一无是处 但别忘了 咱老祖宗的万里长城大运河是咋搞出来的 咱信中国的两弹一星原子弹是咋弄出的 更何况 今天这招美国人都开始学了 不过在讲究自由竞争的美国 要想打破军种 部门 企业的分割 建立国家队 共同研究某个重大项目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微信搜索迷彩虎公众号 关注后回复项目 了解让美国防部 牵肠挂肚四年之久的中国超级风动项目 到底有何本领 毕竟各单位各部门合到一块后 这银子怎么分 头把交易谁来做都是难题 这次五角大楼能排除万难 将旗下四大军种 大量企业捏合在一起 发展高超声速技术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感受到了 中国进步带来的紧迫感 今天美国人靠着美版举国体制 让他们的高超声速武器发展进了一步 再一次显示了这种体制的可靠和高效 那么我们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再次利用这种体制 创出一些新的奇迹呢 要说现在我国在哪一方面还差点劲 那就是航空发动机了 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种四代机 歼10过去因为俄国星 从发生过不止一次事故 我国五代隐身黑科技歼20 过去因为外国星 被人各种差评无脑喷 中国造飞机用西洋星 这是中国航空人的心病 去年为彻底解决航空发动机这个心脏病 我国再次发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 成立了中航发动机集团 航空发动机不单是设计制造出来的 更是实验出来的 烧钱出来的 根据统计 过去50年 美国投入航空发动机预研经费就超过1000亿美元 美国F22的F119发动机 从最初的部件研究到具备完全作战能力 历经32年 其中仅验证机研制和原型机研制 共投入31亿美元 你没有大笔资金的持续投入 凭什么想造出先进可靠的航空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研制 必须借助大量的经验数据 由于航空装备的特殊性 这些数据只能靠自己实验获得 做实验要购买原材料 加工实验件 研制实验设备 研究实验技术 实验过程本身也要消耗大量物资和能源 零件实验 部件实验 系统实验 核心机实验 整机实验等等 一级一级往上做 一项不能少 其中单时整机实验就要做几千小时 甚至上万小时 是真的在烧发动机 有人会问 难道不能少烧一阵子吗 答案就是不能 比如疲劳寿命之指标 实验累积不到一定时数 就无法知道答不答标 这还只是航发中的一小点 类似这样的还有很多 美国人学中国成立高超声速技术研究国家队 让他们在这一领域进步显而易见 现今我国成立了航发集团 确定了长远发展战略 集中财力 人力 物力 重点研究突破发动机的关键技术 我国航空心脏病的问题也必将得到彻底解决 节目最后推荐一款看新闻能赚钱的APP作为福利 每天没事打开浏览新闻 即可获得金币奖励 金币自动兑换现金 超过30元可提现 现在注册还送两元现金红包 您还可以邀请好友帮你赚钱 每邀请一个好友 除获得两元佣金 好友的每次阅读将送您20金币 好友越多 金币收益越多 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玩头条 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